纪隆山上传凶信啊,消息传来了,感情薛家满门,都遇害。 当时啊,老山主差点背过气去,坐在那儿,一切都傻了。 他还有点将信将疑呢,真的这样吗?不行,我还得继续派人。 又派人去打听,却做了,卢氏者几个反复,一点都不错,不仅是这些,现在全国各地到处张批绑纹,话影图形捉纳学堂,外边这空气太紧张。 这事把老山主给拦住了,怎么办呢? 告诉不告诉学刚,要一告诉,这人呢,能急疯咯,急傻咯。 居家被害三百多口,传完了。 真的休息坐铁球坟来,就在两辽王府啊,把王府的那个帅府大厅给平了,就在那儿挖坑,化铁水,住铁坟。 而且,就在那坟前,给了一粒土碑,以示纪念,不是宣布罪证。 哎,他做了什么事? 养了这个孽子薛刚,在华征会上替死太子,金崩盛下。 哎,现在谁当政武则天? 那能放过薛刚吗? 你说你不告诉他,那这事情一直这么隐瞒着,是怎么得了? 父子三人,为了这一件事,是寝食不安,大研究了好几天,最后啊,做了决定了,暂时还是不告诉为好,待机行事吧。 多着薛刚一问,多着是说派去的人,探消息的人,还没回来啊。 哎,就是千方百计哄着薛刚。 哎,让他啊,能在这安卸心来,住起来就算不错啊。 薛刚呢,狠着命的任务。 他真想啊,向那位公子好好的请教请教这个建法,学一学,自己长点本事。 老山主告诉他,老山主告诉他,那这会儿,您什么都可以,就一切都自由,随便带着一样。 只有两个地方不能去,一个是后寨,后寨就是这个公子居住的地方,也就是说吧,是季小姐的修楼。 一个是后寨,这后寨不能去,怎么,后寨呢,住着一位,义人。 这义人,会干什么呀? 是会耍啊,会唱啊,会什么,不是那个义人,习义的义。 很特殊的这么一个人,最好呢,不要让他发现了你,你也不要去惊动人家。 薛刚同行大理,哎,既然人家有这话,你就别去呗,怎么还能有深沉啊? 不管怎么说,是三角主啊,嗯,就等这个消息,怎么这长安消息就来不了呢? 他真想自己去他,但是不好貌然提出,我自己去,你自己去,这不是简直送命一样啊,根本也行不通啊。 这玩意什么都怕日子长,日子一长了之后,这就闷转的行,叫什么这个地方,也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。 哎,自己这就没事就这么傻恋,这不行了。 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呢,信了油缸,溜了喳喳的,顺着山区小路,也不怎么三转两转,转到山后边来,我说,是还不好,怎么,赶快走。 因为叔叔有话,最好啊,这个后山不要去,你看这没事,我怎么怎么来,这是这是,身差一回事,这几有嘴。 这转身要走,就刚这么一转身的这功夫,他听见一声唬,唬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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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唬 徐喀皮漏,怎么? 这玩意满山跑老虎的受不了。 哎,倒不是我危险不危险,可不要伤了别人。 这是好意,他听了就没动静了。 不对啊,我听得清清楚楚的,他顺着这声音就往前走了几步,只见前面一条石涌路,一片森林,在苏林深处。 有一个小篱笔院,这呼啸声就从这小篱笔院里头传出来的。 石刚不由自主,他就过来,走这个院门前,他扒着这架子这么一探头。 石刚就傻了,怎么?这站在那儿不由自主,就脱油点发抖。 什么原因呢?只见了这小院落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,可是呢,就在这个院子的正当中,拍着一只老虎。 这下人,为什么,这虎这个东西,它有一种乌衣,你看把它关到笼子里啊,去观赏。 在森林里边看看,这有点意思啊,有些个不太在意小节的人,还往里头扔点这个,逗逗那老虎,实际上都不对。 不应该那么做,哎,你瞧瞧行,那玩意儿,在山上,和那笼子里建就不一样啊。 怎么,那当然了,这很正常啊,你看有大街人满是跑老虎的嘛。 六十八八蹭了一下,在胡同里出了一只老虎,那还了得。 这这就是这甚得。 我说,哎呦,谁没干的心想怪啊,怎么,这虎也没锁,这也没什么,就在院子那儿趴着。 老虎这儿坐是怎么着,这什么地儿这儿了。 算了吧,别在这儿站着我,溜着我,刚这么一转身。 接着山后边过了一个人,手里头,主力丑拐杖,亲主拐杖。 这老虎是虽发皆白,发子三东西,虽如九秋霜。 但是呢,鹤发童眼,一看那个脸色,像十几岁的小娃娃似的,轰扑扑地上脸色。 二目啊,非常有神。 这老虎就站在雪岗的身后。 哎,娃娃,娃娃啊,人家那么两岁岁,可不管她叫娃娃吗? 你,是从哪里来? 怎么走到我这儿了? 不怕,我得看家虎,伤了你。 哎呦,雪岗心里只打鼓,怎么回事,感情那老虎是跟老头看家呢? 啊,好嘛,这位,这位大概是三十爷方人,没让老虎给看家呀。 啊,老渣,事不相瞒,我是勿走此地。 嗯,多有得罪,说着他要走。 慢来,慢来。 啊,雪岗一愣,怎么,人家不让走了? 啊,心说你这什么地方啊? 来了就不许走了? 哼。 娃娃,我看你面有杀鸡,你脸上带着我的杀鸡。 你不是此地人吧? 哼。 于更安吃一惊啊,心说这老头会像面,算过命吧? 哈哈,老人家,我确实不是此地的人士。 你家住哪里? 家住长安? 哦,老人家点了点头啊,你是学家的后盖。 啊,这个,学刚急了? 怎么,这怎么认识我? 哼,不要如此。 既然到我这儿来了,那么不妨小坐片刻,再走也不值,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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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说着老人身手拉着学刚这么一把,要不拉这一把还好点儿。 就这一把呀,可了不起了。 怎么,学刚就觉得自己这身体呀,变成四两棉花了,轻飘飘的,一喝,就跟过来了。 呦! 他汉打个冷战,听说这老汉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? 坐下来,坐下来,坐下来,就在这小院旁不远处,有几块条石,看来老人是经常在这儿坐着,品茶,下棋,休息。 哎,他等老人家坐下来,学刚这才敢,落座。 很懂礼貌,老头挺高兴的。 哎呀,三觉主学刚啊,坏了。 学刚想,我这点比起人全知道,看起来。 啊,老人家,您尊姓大名,呃,不必多问。 你我还是有些缘分的,哎,本来,去年,老夫就应该离开此处。 嗯,为了等你呀,在这儿整整多住了一年。 学刚越听越糊涂,怎么神了,等我,您准知道我在长安闯祸。 啊,准知道我们家看成这事儿。 这不怪了吗,这不是? 他没敢降罪,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。 让他说吧,这老头说话很有意思。 还算是等到了你了。 啊,本来呢,这东西,我应该给你送到长安城。 哎,我年纪大了,我不愿意呀,这个纠染红尘。 这是哪儿乱走走的地方,这人都很杂乱,我觉得那些地方我都不愿意去。 所以一直就住在这里,今天呢,总算等到你了。 不妨你就经常到我这儿来坐一坐。 啊,我呀,交给你点奔礼。 这可太难得了。 学刚,默默英诚啊,多谢老人家指教。 他挺身站起来跪倒在地,磕了一个头。 老头搞一点都没客气,就在这儿受着磕头,磕头就磕头了。 好,每天,你就这个时间到这儿来,尽量不要被他人所指。 就是别人最好,不知道,就别说。 学刚答应了。 从此,他算跟这位老翁啊结识了。 每天,他还真来,到这儿老人家,就用手中的竹杖指点他这么几周。 好,学刚是进了高人了。 一会儿啊,两个多月过去了。 侥幸的是什么? 山主没发现。 学刚挺高兴。 哎,季叔叔根本就没过问。 其实啊,这点学刚可有点自作聪明了。 怎么? 您想啊,您吃完了饭,甭管刮风下雨,总往后山溜达的人能不知道吗? 不过,没说而已啊,没告诉他。 忽然这天,练完了功之后,老人拿过点东西,一个大个的包裹,往这儿这么一放。 学刚不知道是什么呀? 老文质。 这是什么呀? 这是送给你的东西。 你不妨看一看。 只可把包裹打开,这么一瞧。 大。 当时,他就全身贯注了。 怎么了? 是一套盔甲。 那何个好东西啊? 此盔甲乃物尽打造,与众不同。 说着老人家一伸手,刷拉一下,游在当中抽出一件东西来。 放到薛刚的面前,薛刚一看啊, 是一件凯。 他跟他砍尖,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这砍啊,有点残。 就在这个右下侧这会儿,有一寸多长,那么一口子,还缝不上,没法缝。 绝合战缝不了啊,怎么回事呢,是针是线都弄不动。 那你扎不进去,你怎么缝呢? 薛刚一看, 当时啊,爱不失手啊。 他记起来,扑通一下,跪倒在老师的跟前。 怎么,知道这件凯? 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,这是一件堂皮宝凯。 这口子的来历才知道。 想当年,在春秋战国时期,有一位王辽曾经穿过这件台。 为了刺杀王辽啊,乌子徐到处访能人啊,访来访去,访着了一位,此位名叫专珠。 访专珠的时候,还出了一段笑话,什么笑话,当时乌子徐从那儿过一看,有一个标行大汉,十分威武,正在那儿打人呢。 三四个小伙子也打不过他,那几个家伙可能是,可能是在厨房时。 也许这位是见一种围政那儿打的,就在这时啊,出了一个年轻的媳妇,从那个小巷口里,喊了这么一声,尊重,好大胆。 还不给我赶快回家,吓得,就得豪瀚啊,诺诺连声,赶快脱衣服,规规矩矩,跟着那媳妇,就进了胡同。 当时屋子徐大笑,旁边有人问他,你认识什么,这条汉子我一看,真了不起,是条汉子。 我那几个乌赖给打得这样,我很佩服他,不过有一样,我不知道那女人是他什么人,那他媳妇,他妻子。 我乐就乐这个,什么原因,为什么乐?我不乐他别的,这么了不起的一条好汉,怕老婆。 旁边这些人一听啊,你去吧你,怎么,你根本不是当地人,你也不知道我们这怎么回事。 那位好汉,名叫专珠,喊他那人,确实是他妻子,你没看他妻子手中拿着一条拐杖吗? 那是他母亲用的那条拐杖。 他是替母亲,替他的婆母,来换专珠,当时屋子去杀,这才请他出事。 撤了王辽,这坎就是王辽穿的,我怎么能得到他呢? 老人家一笑,不仅得到他,薛刚,你来看他啊! 眼前几点,薛刚,小吴德,四毛。